国货崛起不再是一句口号 而是发生在各个领域的真实案例 这是2023年中国化妆品市场调查报告 国产美妆品牌的销售额同比大涨21.2% 而过去非常强势的日韩美妆起刷刷的下跌了 更重要的是份额数据 这一年国产美妆市场份额达到了50.4% 第一次超过了外资品牌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汽车领域 国产汽车出口量在2023年 第一次超过日本登顶世界第一 但你回过头看二三十年前的消费市场 日韩制造才是高端安全高质量的代名词 买日本车用韩国化妆品已经形成了一个风潮 甚至还有不少人专门跑去日本买马桶盖 在这种风气之下 国货其实很难有发展空间 怎么办呢 一些喜欢投机取巧的品牌 会在产品上印上日轮和韩文 这样就能吸引消费者大幅度提升业绩 但如果大家都这么做 长此以往 那国内品牌就会彻底沦为别人的加工厂 贴着日韩的牌子 根据那条著名的微笑曲线 利润大头都被外资拿走了 我们就只能处在产业链的最底端 赚点辛苦费 但值得庆幸的是 在那个日韩风盛行的年代 还有不少品牌坚持走国货路线 就比如这个阿道夫 别误会啊 他叫这个名字不是崇洋媚外 只是他的品牌创始人跟研发团队 在游历欧洲的时候 更因为西班牙调香师相遇 调配出了一款高识别度的情感香调 而这位调香师的名字就叫做 阿道夫马丁斯甘宁 品牌名由此而来 其实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国货品牌 20年前创始人李志珍 抵押了房子贷款40万 进入洗户行业 在那个年代 国内市场流行的是日韩系的洗发水 本土产品很难卖出去 当时有客户就跟他说 只要产品包装上不印中文 全用日文或者韩文 就可以提价20%收购 但李志珍一口拒绝了 他下定决心要创造一个 中国人自己的高端洗户品牌 彻底改变国人迷信日韩的风气 话是这么说 可具体该怎么操作呢 李志珍走了一条最艰难 但也最踏实的路 用科技来打造产品力 树立品牌自信 阿道夫的科研创新实验室 在2022年6月 获得了CNAS实验室认可证书 这个证书含金量有多高呢 广州有15000多家本土化妆名企业 但只有10家企业拿得过这个证书 这个实验室出去的检测数据结果 可以被全球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国际机构承认 他还累计获得了292项授权专利 其中关于查夫的研究成果 更是拿下了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 除了研发领域之外 阿道夫的生产车间里 也是满满的黑科技 一般来说 化妆品的生产车间 捷径程度达到10万级就够了 但阿道夫的车间却超过了30万 达到了食品级的标准 他还有一个智能生产工厂 拥有国内一流的全自动灌装生产线 里面整理瓶子 装箱马舵的全实机器人 这样一条智能生产流水线 每小时能生产6000只产品 工艺做得怎么样呢 从2017年开始 阿道夫已经为超过10万名环卫工人 捐赠了超过2000万的物资 三年特殊时期 他们还为全国各地的白衣天使 举办了1000多场供应活动 累计捐赠的物资也超过了2000万元 最近甘肃发生地震 他们又第一时间占了出来 捐款150万 在过去的2023年 阿道夫已经累计捐赠了830万 最近几个大火的国货品牌 其实都有这样的特征 科技上坚持自主研发 工艺上坚持有灾必捐 这样的良心企业 也难怪会受到国人的追捧 到2020年 阿道夫的线上营业额 已经高达15亿元 一举超过了那些 常年垄断市场的外资品牌 如今这一代年轻人 已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自信 他们从小到大看到的 就是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 在他们心里 国货才是高质量的代名词 您用日文包装自己 反而会失去这片市场 最重要的客户的认可 只有坚持国货当自强的信念 你才能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